好 下边我们进入下一个高频考点 外部资本需求的测算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销售百分比法 讲那个外部融资额的一个应用 刚才我们讲完了内涵增长率 你直观的感受 大体要有这么一个感受 就是我前面说过 你仅仅依靠利润留存这种资金实现销售数的增长 往往是一种低水平的销售增长 因为利润留存的金额毕竟是有限 但是如果一个企业要实现非常高的一个销售增长率 假定你说你资产的应用效率都已经达到极限 也动不了了 我还要实现更高的增长率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源源不断的 不断的更多的补充相关的资金来 那这个时候内部的资金可能就不满足了 咱就得想办法去借助外部的资本需求 才能够实现更高的一个收入增长率 所以外部资本需求测算 实际上就是我们针对 比较高的一种销售增长率的目标 我们要实现销售增长的第二种方式 又一种方式 那主要依靠外部资本的大量增加 来实现高收入增长的这种状态 要外部资本需求 那主要的命题提醒 单选多选计算分析和综合 那首先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指标 当然这个指标简单了解 我个人认为的话 通用公式有了 外部融资和通用公式有了 这个公式呢实际上本身它并不重要 叫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我们下边给出来的这个公式 仍然是建立在假设金资产负债销售百分比 保值不变的情况之下 而人用我们前面那个外部融资额计算的那个公式啊 除以销售增长额 这就叫外部融资 除以销售增长额 就叫外部融资销售增长额 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么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你不要去记它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记它 所以你一旦 一旦这个公式里面出现了 金资产销售百分比 金负债销售百分比 它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设条件下的 你还有减一个可通用金融资产 你要除以一个销售 营业数的增长 好了 我们关键理解一下 这个指标出来干嘛用就行了 因为这个指标分子是外部融资额 分母是销售增长额 那它实际上就体现了 为了每增加一块钱的销售收入 你所调匹配的外部融资是多少 所以一旦我们有了这个增长比 我们知道了 我未来的销售增长额是多少 那么直接用销售增长额 乘以这个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就可以把外部融资计算出来 所以这个指标给了我们计算外部融资额的一种算法 有了增长比乘以销售增长 但实际上用我们前面的外部融资额通用的计算故事 不就照常能够计算出来外部融资额吗 所以这个指标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它并不太重要 但是有几个提示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 那第一个根据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计算外部融资 是建立在这个假设条件下的 所以仍然是和我们前面的结论一样 如果这个假设条件发生变化 那我们最好还是要按照外部融资的通用计算公式 原始的计算方法去算取 那第二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包括我们讲外部融资通用公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讲这个公式当中的这个销售收入这个增长率 指的是销售收入的增长 但是你要知道 有时候题目里边人家不让你求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或者人家让你来求销售量的增长 那这种情况之下 销售额的增长率和销售量的增长率是不是必然相等 那不一定 因为销售额收入是等于销售量成一什么样 单价乘以价格 如果你价格保持不变 销售量上升10% 那你的收入就会上升10% 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和销售量的增长率是一样的 但如果你销量在变动的同时 单价它也在发生变动 那收入的增长率就要综合销量增长率和价格增长率的两个因素的影响了 所以这个话要注意 当然这个价格的变动包括本身人家价格就调整 还包括通胀率 通货膨胀率上升下降 你通胀率上升导致的实际上价格呢 也会发生不一样 也会上升 所以通胀率的上升和单纯的价格变动上升 结果都是一样 都会影响价格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 你要掌握一个公式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它是等于一加销量增长率乘以一加单价增长率再减一 但这个单价的增长率可以是你这个产品价格本身在发生变化 也可以是什么 仅仅是通胀率的因素 所以你那个单价增长率可以把它换成是通胀率的因素 如果提供当中说通胀率是10% 销量增长率20% 你如何来算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呢 就是一加销量增长率20%扣起来 乘以一加通胀率10%扣起来再减一 所以这个结论我们倒是需要去掌握的 第三个利用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我们可以调整鼓励政策 你还记得我们前面做过一道题吗 最终求出来那个股东权益的增加额是负数 那负数意味着什么 不需要 不仅仅不需要 而且呢 你当期的利润留存都过多的 我就可以把利润留存留的少一点 我再多发点鼓励 那么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也可以用 一样的 如果计算出来的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是一个负数 好 那就意味着分子上是外部融资 分母是交售收入的增加额 那如果求出来的数是一个负数小于0 那不就意味着外部融资是一个负数 那不仅仅不需要外部融资 说明你企业本身的资金就是有剩余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你比如利润留存剩余的这部分资金 你很 就是多出来的 你不用放那么多利润留存 你可以把利润留存留少一点 剩下的一部分进不去发放鼓励去 或者进行短期的 就是利用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来调整鼓励政策 好 下面我们看一道2017年的计算分析题 来 先我们看问题 假设2017年假公司除了长期借款外 所有的资产和负债与营业收入保持2016年的百分比的关系 也就是金资产和金负债这些的与收入百分比是不变的 所有的成本费用与营业收入 注意是所有的成本费用与营业收入占比关系维持2016年的水平 用销售百分比法初步测算 公司2017年融资总需求和外部融资需求 那一个就是测算你2017年末的净金资产增加 一个就是你的外部融资额是多少 两条线 记着我们那张图两条线 有了收入走资产负债表这条线 金资产金负债就有了 净金资产增加就有了 利润表这条线 成本费用和营业收入的关系给我们了 那这边的净利润就能够推出来 大致是这么一个思路 来看一下提干 甲骨斯是一家新型建筑材料的生产企业 为了做好2017年的财务计划 你进行财务报表分析和预测 相关资料如下 给了我们2020年的主要的财务报表数据 资产不债表2016年末 这个长期借款与营业收入是不存在 从比例变化的 好 再来 给了我们2016年度的利润表有关的数据 公司没有优先股且没有外部股权 没有外部股权融资计划 所以如果是外部融资 仅仅是什么金融负债 股东权益的变动 仅仅来源于流存收益 也就是说因为没有外部股权融资了吗 所以所有的权益的增加 股东权益增加就是你净利润里面的利润流存 公司采用的是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股利支付率是60% 那么利润流存率就是40% 销售部门预测 2017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10% 那2016年的收入有了 给定我们2017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 那么起点就有了 财务预测的起点 那就是2017年的收入就有了 好 接下来 动脑筋想啊 给定这些前提假设条件的话呢 算两个东西 融资总需求是你资产负债表 左半边的进金资产的增加 一旦有了营业收入 根据资产负债表这条线 所有的资产和负债 与营业收入除了长期借款啊 均保持2016年的百分比关系 是不是立即可以得出来 营业收入增长10% 那除了长期借款外的这些资产负债 都会在原来提出上增长10% 你包括金资产金负债 一定也是增长10% 这样的话 金融资产增加数有了 金负债增加数也有 那进金资产增加数不就有了吗 融资总需求就有了 然后再减掉内部的利润留存呀 那可动用金融资产有没有说 有没有给我们金融资产 应该没有 那你再减掉预计的利润留存 不就是外部融资吗 预计的利润留存 我们怎么来 你得和净利润有关系 那我们走利润表这条线 你2017年营业收入有了 所有成本费用营业收入 占比都维持2016年水平 所有的成本费用 包括金融环节 包括什么呀 什么财务费用利息费用 那这样的话呢 你有了2017年的收入 所有的成本费用都有了 是不是净利润就有了 那净利润有了 鼓励支付率利润留存也有了 不就完了吗 利润留存不就算出来了 所以这不应该是不复杂的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 要针对传统给我们的这个爸爸数据 做一个梳理就可以了 做一个梳理就行 好了 所以大家看除了长期借款以外 其他的都和销售收入成稳定的百分比 那就意味着剩下的 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这些东西 都是金资产都是金负债 除了长期借款 所以资产总计是12,000 那你应付账款和其他流动负债合计呢 是3000 那你用资产总计这些资产都是金银资产 这两个负债 是金银负债 对吧 那用12,000减掉3000得出来 和收入成稳定百分比的净金资产 就是多少 12,000减掉这3000就是9,000 你收入增长率百分之十 净金资产增加就增加9000万的百分之十 就是多少 900 那第一问的这个结果 自然就有 融资总需求就是900 融资总需求有了900 接下来外部融资需求 咱是不是得减掉预计的利润留存吗 咱得算净利润 也好算 那你看了 营业收入 是原来是16,000 给定我们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是百分之 百分之多少 给定我们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十 那因为说所有的成本费用 所有的成本费用 包括这些 哪里 这几个 都和营业收入成同比例变化 那必然就意味着 这些所有的成本费用增长 也是增长百分之十 那你说了利润总额 是不是也会在 2016年的计算 增长百分之十 那利润总额会增长百分之十 就会达到两千二 再加上乘以加百分之十吗 那就再加上二百二 应该是两千四百二 对吧 好利润总额出来了 二四二零 那你的净利润也就出来了 是二四二零乘以 一减百分之二十五 一旦净利润有了 用净利润乘以 一减股利支付率 预计的利润留存就有了 那么用刚才的融资总需求 减掉 预计的利润留存 求出来就是外部融资需求 所以这问题是简单的 好了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问 融资总需求是九百 那外部融资需求是多少呢 用九百减掉 一六五零 乘以一加百分之十 这个一六五零是什么 一六五零就是原来的 哪里 可我刚才是算法一样 我先算出来净利润 算算出来利润总 二四二零 对吧 然后用二四二零乘以 一减百分之二十五 你可以验证一下四分之一吗 二四二零 减掉四分之一 应该是六百零五吧 四六六百零五 求出来是五 一 一八一五 一八一五 那一六五零 再加上一六 一八一 结果一样的 你值实际上就是 你净利润也是在原来的 就算增长百分之十 好 再乘以减去鼓励支付率 一百七十四万 所以第一问是比较简单 外部融资需求呢 是有一百七十四万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步 第二问 假设 2017年度 假公司除了货币资金 长期借款外 所有的资产负债营业收入 保持2016年的百分比关系 又加了一个货币资金进来 除了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外 这是利润表的两个因素 以外的其他所有的成本费用 以银而收入的占比 维持16年水平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在考虑 你净金资产增加的时候 你资产负债表当中 你得把货币资金 长期借款 就把它刨除掉 对吧 你在计算利润表当中 净利润的时候 除了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以外 其他的资金因素和收入的百分比 是都是一样 都增长百分之十 但是这个财务费用 你得和净负债建立关系 你要所得税费用呢 你得用什么乘以减25%来算 利润总共来算 2017年新增的财务费用 按照新增长期借款 期初介入计算 那所得税费用呢 按照当年的利润总共乘以减25%来计算 好 为了满足资金需求 甲公司呢 根据要求1的初步测算结果 这和第一问建立关系 以百万元为单位向银行申请贷款 我们刚才第一问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174万对吧 外部融资是174万 那如果以第一问的174万的外部融资需求 为基础的话呢 以百万元向银行申请贷款 我贷款的需要贷200万 因为百万位呢 是在一这个位置 贷款利率是8% 贷款最重要的是这句话 贷款金额超出融资需求的部分 记住货币资金 让我们来预算公司201年末的资产债表和2017年度的利润表 填两张表 这道题最关键的是这句话 很容易想象成什么问题呢 我第一问的计算结果测算出来外部融资是174万 我要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话呢 是贷200万 贷款金额超出融资需求 当然你只有外部融资才需要到外边去贷款 所以这段呢 很容易同学们 有些同学陷入了 我带了200万 融资需求174万 外部融资174万 我都说26万 那这26万就直接放到货币资金里面去了 关键的问题是 这个融资需求 是不是刚才第一问的174万 不是 这个融资需求指的是 在这些条件下 你2017年外部融资需求是多少 第一问 它是仅仅长期借款和收入不存在稳定百分比 其他的项目都和收入存在稳定的百分比 所以这道题的意思说 我这一问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贷款的时候是参照第一问的结果 我们都贷200万 但是我们在计算融资需求外部融资的时候 是根据新的这个条件来计算 是下你的外部需求是多少 你带了200万 比你按照这个新的条件计算出来的外部融资 多出来那部分 才受进入货币资金的 是这个意思 好了 让接下来让我们来填 2017年末的资产负债表的项目 还有2017年的利润表 利润表会比较简单 资产负债表呢 除了货币资金这个项目以外 其他的项目也都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直接给大家走这个过程 因为只有那四个不同营业收入 成比例关系的 你需要动电脑筋 剩下的既然都和营业收入存在稳利的百分比 那你营业收入增长10% 那我剩下的我就都增长10% 所以并不复杂了 剩下的都好听 所以我们下边看 先来看 资产负债表 我们现在用方法一 因为呢 货币资金这个项目填起来会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给大家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我们采用倒计的方法 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关系 把其他的项目的数字都有了 我们最终来倒计货币资金 是吧 来我们看一下201协谋资产财币 货币资金留着 我们放到最后去填它 这个这个这个 我觉得都会填爆 为什么 因为这些数字和收入 这些项目营收款 从后固定资产和收入 是存在稳定百分比 收入增长率10% 那你这些营收账款 从后固定资产 就在原来的基础上 直接乘一加10%就行了 所以这三个数字直接有了 那这个数字呢 暂时放着填不出来 因为你货币资金还没有 货币资金还没有 所以这个呢 先不用去填它 那将来呢 一旦它有了 货币资金就能够倒计出来 好了 应付账款 其他流动负债和收入 都是存在稳定百分比 所以直接在原来 16年的基础上乘一加10% 这两个也能出来 那么长期借款 现在可以直接出来了 因为原来的长期借款是3000 我们现在是向银行贷款 贷款贷款多少 200 所以总共的这块是3200 股东权益 这个也得留着 因为 它和净利润有关系 它和利润留存有关系 所以这个6728.4呢 先留着 注意我打勾的 就是你现在可以求出来的 没有打勾的 是我们放着 待会要去解决 好 这个也得放着 因为股东权益定不了 负债和股东权益走界也就定不了 对吧 好 下面我们来看利润表 那利润表 营业收入呢 已经有了 就建立在16000的基础上 增长10% 那各项成本费用当中的 营业成本 税金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直接在16年的基础上 乘以加10% 但是财务费用 这个 得算 因为财务费用和 消费收入并不存在 为0% 怎么算 很简单 就是财务费用和长期借款 有关系 对吧 原来的利润表当中的财务费用 给定我们的是 原来长期借款对应的利息 是240 那么我新增贷款217出 提干当中告诉我们 假定7出贷进来 所以你的财务费用 原来的240加上200乘以贷款利率的8% 财务费用就有了 那这样的话呢 利润总额就能够推出来 利润总额推出来 所得税费用按照题目要求 是按照利润总额乘25% 那么净利润就有了 182亿 一旦有了净利润182亿 根据我们的股利支付政策 我就能够计算出 当年的利润留存 股利支付率60% 利润留存率40% 所以净利润182亿的40% 就是当年的利润留存 由于提干当中说 不考虑增发股票的问题 所以当年的手指权益的增加 就是利润留存 182亿的40% 那么股东权益总额就有了 6728.4建立在2016年末6000的技术上 股东权益有了 负债也都有了 对不对 那么股东权益的负债和总技术也就有了 负债股东权益总计有了 资产负债表有平衡关系 那么左半边的资产总额也就有了 和你负债总额和股东权益总额是一样的 182亿的8.4 资产总额有了就剩下一个货币资金 那应手款存货固定资产都有了 用资产总额扣除掉这三个 得出来就是货币资金的期末数 688.4 这是第一种方法 货币资金采用报级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第二种方法 其他的项目仍然是填表 按照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方式 但是货币资金这个项目 我们实际上可以采用正推 当然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正要是考试应对的时候 还是刚才那种方法倒退方法更直接 更快一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方法二 主要针对这个货币资金 实际上你只要再算一个东西就行了 你只要再算一下 2017年你的外部融资额是多少就行了 只要你能够计算出2017年的外部融资额 你贷款的金额200万减掉你的外部融资额 就是你多余的资金 你是放到货币资金里面去 是吗 所以我们来看啊 仍然是用我们外部融资额的计算公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一个来想 2016年以收入成五 比例变动的进金资产有哪些呢 就是我们表里边的 你把那个叫什么呀 你把那个货币资金把它剔除掉 长期负债当然是剔除掉 那就包括存货呀 应收款呀 固定资产 还有应付账款 还有其他流动负债 对吧 你把这几项算出来 总共是8400 那只有这8400的进金资产 才是和收入存在稳定百分比 那么收入增长10% 那么这些和收入存在稳定百分比的进金资产 就会增长10%增加840 他们就会增加840 这叫进金资产的增加 就会增加840 所有前面也说过 并不是所有的金资产金负债 那你都会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那现在呢 只有一部分 进金资产增加就有的就是840 我们用进金资产增加减去亿计的利润流存 不就是外部融资吗 接着来走利润这条线 2017年的税前经营利润 因为营业成本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税经济附加 这几项是和收入之间 是存在稳定变化关系的百分比 对吧 所以你建立在16年的 这些税前经营利润的基础上 收入增长10% 那你税前经营利润也会增长10% 算出来2017年的税前经营利润 2684 税后经营利润 那就能算出来是2013 那接下来还有税后利息费用怎么算 税后利息费用不就是取借你的利息费用吗 对吧 而利息费用刚才说了 原来财务费用是240 加上我新增贷款200的8% 这就是我的利息费用税前的 再乘一点25% 不就税后192吗 好了 税后经营净利润2013 减掉税后利息费用 得出来净利润是1821 净利润有了 根据利润留存率 就可以计算出预计的利润留存 是1821乘以40% 728.4 728.4 好了 外部融资额 用融净金资产增加 刚才求840减掉728.4 得出来111.6 好了 你贷款贷了多少 贷了200 外部融资只需要多少 111.6 所以你超出你外部融资 多少88.4 计入货币资金 那你年末的货币资金 17年末就建立在原来的600的计算 加88.4 最终是688.4 1.6